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 古之大施主必须才发二施 有才施又发施 如会所曰 一才记事品 一发周无福 古曰大施主啊 这两句话好啊 才记事品 世间贫苦的人 没有钱财 过着贫穷的生活 要帮助他 一发呢 发不是 不是个人 没有福报的人 那有才 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 这个才用啊 这一事完了就没有了 他带不走啊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他如果是发财 还定是 还有贪心贪而无厌 没有满足 没有佛报 没有佛报 来生财就 尽 尽 他命里头的财苦 到此为止 后面虽然有 他没有这个福 去消化他 他想不到这福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要用佛法 去帮助他 让他开悟啊 他有想不尽的 这个福报啊 佛是有啊 受命没有啊 死了之后 还留了很多啊 如果有智慧 就赶紧不识 为什么 来生的佛报更大 那这些人 不知道不是的话 这个财就 有也等于无了 很可惜啊 这个要有智慧 所以 财跟质 是不能够 欠缺的 有财 要有质 有智 要有财 才能够 行菩萨道 才能够像菩萨一样 做大事主 该为 以财师 救济世间 贫穷困苦之人 以法师 普利 无福文法之死 这死就是有知识 那多数人 顾名为 大事主 这大事主 从这么来的 这是前面念句 当中年约 令笔 住群身 长夜 我又闹 长夜 是比喻 众身之沉沦 生死 就是 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真叫长夜 我们在六道 多久了 论结束算 不是论年 不是千年万年万万年 不是 论结算 无量结 无量结 堕落在 生死 轮回 出去 既然在六道 了 佛在经上 讲得不错 是真话 决定是在 三卧道的 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 时间短 这个话是真话 不是假话 我们自己 很冷静 反省 观察自己 从早到晚 齐心动念 动的是善念度 还是悦念度 如果悦念度过善念 来神山 下山度去了 善念度过 悦念 三善道 升天堂 到天道去了 天有二十八成 地狱也有十八成 十八成 是一般说的 实际上不止 很复杂了 你造什么业 它就有什么地狱 为什么 一切法 从心想 所以 它不是一定 这个心想 太厉害了 不能说 我心里想着 我还没做 地狱进行程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偃 托 阿 妮 托